三藩市非牟利組織防止罪案資源中心的前執行黨事Kaiva Worthy 日前因內容超過70萬元供款已被逮捕 該組織成立於48年前 致力於通過社區組織活動提升三藩市的安全及預防犯罪 但於今年1月因資金號進而關閉 檢察官指出 Worthy自2018年起任職期間 內容該組織約35萬元購買豪華禮品盒 並於去年花費約10萬元 舉辦名為Candy Explosion的活動 另外還有5萬6千元用於該組織的加入派對 此外 Worthy從經濟與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獲得超過50萬元的公共資金 卻從未按合約規定支付給合作機構的員工 還向該辦公室提交了4份虛假法票 從去年9月至今年1月組織停運期間 Worthy未為27名員工支付薪資稅 涉嫌工資導舍的總額約為8萬元 檢察官已對 Worthy提起34項重罪指控 包括內容供款、工資導舍和偽造發票等罪名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